镜头回到台湾 纸雕猫熊展这个月28号要在台北登场 而在今天有一场快闪活动 您看到有600只纸猫熊 突然就出现在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 非常可爱 而为了怕这些纸雕的猫熊淋到雨 除了涂上了防水漆之外 主班单位也准备好了斗笠跟雨衣 要确保他们的安全 看到狗追的猫熊 小朋友冲上前来个爱的抱抱 一大片猫熊海出现在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 吸引大人小孩围观 拿着手机狂拍照 为28号指标猫熊展做暖身 猫熊上演快闪秀 在台北市各大景点 花博园区凯道国家戏剧院 都看得到猫熊身影 展出当天主办单位 还会派出50名工作人员 日夜轮班当保镖保护猫熊安全 不过最近天气不稳定 这些猫熊除了涂上好几层防水漆外 还有挡雨法宝 那如果雨势不大 我们其实也会把它套上雨 它就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风情 那如果雨势太大的话 其实基本上我们还是会把猫熊 收到货柜里面去 那我们现在有模拟一些设备 包括我们有去租借推车 像那个大卖场那种推车 所有速度可以比较快 由于是快赏活动 光是摆证加上撤收 工作人员就花了两个多小时 许多激励绝种动物 像是北极熊 台湾黑熊也会加入快赏行列 延续猫熊热 1600只猫熊大军 继续攻占大小朋友的心 幽灵TV大门 我是肖炳仪 太北报道